这位项目最近的报告节 我们昨天谈的就是 美国商务部党雷蒙多到了中国去访问 虽然受到中国非常高贵的待遇 虽然他跟李强两个人握手言欢 再没有想到当结束之后 雷蒙多的话越讲越重 我们之前讲到说 他说我们当然会继续卖晶片给中国 但如果是高级的晶片 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区要用的晶片 我们绝对不会卖 而且没有妥协空间 他甚至讲说 现在中国的反分裂 他的所谓的反间谍 让美商非常的疑虑 但现在更多的讯息出来了 而且是话越讲越重 他居然怎么讲 他说我来的时候 我们美国的政府官员 我们的所谓的网络 竟然被骇客入侵 这跟中国有没有关系 那另外就讲说 现在我对中国绝对不会手软 而且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 他还说我是直接 而且果断地告诉他们 这个他们就是中国 美国不傻 而且不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就是美国雷蒙多 我们刚才讲 你到了中国访问 人家讲来者之客 来者之客的话 总要讲一些好听话 可是雷蒙多讲 我是直接果断地告诉他们 美国人绝对不会手软 也就是中美现在已经走到一个不可反转的点吗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妥协协商的空间吗 而现在更新的资料是 现在中国经济的衰退 竟然也冲击到了台湾 我们中国在台湾 我们台湾在中国内局产业有六大产业 在过去这一两年内 我们现在的整个业绩 竟然滑落了九成之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有可能会冲击到台湾台商的生存吗 刚才讲到的雷蒙多到了中国访问 中国这次其实是给他一个高规格的待遇 给一个高规格的待遇 可是没想到雷蒙多回到了美国之后 话越讲越重 越讲越狠 对 没错 他狠到什么程度 狠到习近平所幸 他就不去G20的会议了 习近平先搞懂了 习近平不去G20 跟雷蒙多的下手有关 对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他回去接受美国的访问 他讲得非常明白 他说我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我代表我们的国安的担忧 美国劳工的担忧 还有美国企业的担忧 提出了很多不满 那我出钱是没有手软的 那这种复杂的关系 毫无疑问 我们在各方面都跟中国展开激烈的对比 你说他跑到中国 跟中国的官员这么讲 代表美国国安的担忧 美国劳工的担忧 美国企业的担忧 对 他说他从来不会手软 那除了这个 他说他直接告诉他们 美国不傻 那不会对他们所作所 也真一只眼 闭一只眼 然后结果他说 他们的反应是 我不知道啊 我不是故意的啊 那所以他又说 你可以从他言谈之后 他知道 中国摆明了 就是不会对美国妥协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来的时候 美国的高层官员 我们的邮件 竟然受到中国骇客的一个攻击 你们怎么讲 结果中国说 他一推256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都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雷蒙多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还做了一件事 华为的MAT60给你吹出来 然后他们还是被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中美关系 随着雷蒙多这一次去 真的完全回不去了 那甚至你看 这一次拜登他要G20来的时候 那他G20的时候 他还要去访问越南啊 他去拉拢越南啊 所以你知道说 习近平为什么很不爽 我跟你这样子 我们中美已经这样 关系不好了 结果你拉拢越南 那你知道 莫迪这次还炮轰中国 所以那事实上 这个习近平不去G20也刚好 因为他去了 搞不好大家真的 一口气来骂他 好那另外就是 现在我刚刚讲 是中美国益 中美国益当然现在是 全世界最重要的主权力 而这个主权力 本来我们台湾 话管说 话被小态 刚刚用不过关黑 可现在不是哦 现在我们看到了 现在很多财经媒体都报道 第一个我们看到了 连南华早报都讲说 现在因为中美关系对抗 台商纷纷离开 台商纷纷离开 刚刚讲 我们在东莞 在昆山都离开了 还有财讯座的 中国内需不振 台商获利大缩碎 多缩碎的 2022年台股六大 内需产业股 衰退超过九成 没错 上财讯座的报告是什么 他说举六大产业 水泥造紫食品 餐饮百货 还有医美六大产业 在2019年的时候 最高从中国任列来收 有609亿 就到去年的时候 已经降到48亿 也就是说 只有高峰不到了 十分之一左右 你就知道说 衰退幅度非常大 这告诉你 中国经济真的不幸 另外一个 有小台北支撑的 这个昆山 你看今天国外媒体 就报道了 南华早报都就说 昆山的这个台商 大举得出走 所以告诉你 我们都说中国经济 对我们会不会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 我们的台商 还有我们非常多 到中国大会投资的 这个企业 恐怕都会受到 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 所以你说 我们的台商在中国 赚不到钱了 对 好 那我们就讲 这六大产业里面 我们譬如说 讲台泥 台泥看 它在最高价来50块 它现在已经跌到 只有30块左右 亚尼也是一样 最高48块 现在跌到约末 只有30多块 融成是最指标 它过去有58块 现在跌到约末是十几块 融成为什么会去指标呢 第一个 因为大家都去这个越南布局 我们国内的职业 大部分到越南布局 它是反向 它到中国去 因为为什么 它说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 所以我要去那边 中国布局 反压中国 对 中国什么 中国的内需市场 非常暢旺 阿里巴巴 那些什么淘宝 一大堆这个纸箱 我要去做 就没有 真的很好 它在201819年 当时多赞 保持人家 它最高股价52块 它融成 几乎是我们国内的永风雨 跟其他职业 总和的市场还没有它大 就没有加上 它现在股价已经跌下去 从高峰五十几块 跌到剩下十几块 它反而是变成是 它现在的股价 是最惨的一家公司 所以 它本来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是现在成也中国 败也中国 对 没错 那样立英坊也是一样 立英坊过去一段时间 最高有五十块 现在已经跌到十块以下 为什么 你还说不对啊 你到那个地方 开那么多银额用品啊 中国不是在开放的山海 股价大涨 现在照样给你跌回去 另外罗利芬 罗利芬是做什么 医美的 目前为止 都很惨 所以告诉你 医美也不行了 所有产业都告诉你 真的非常糟糕 就连食品业 食品业现在 王品最近股价大涨 对不对 可以看到他们老板说什么 中国这一块 我们未来可能要减少投资 我们要聚焦在台湾的投资 所以说很多餐饮业业 都慢慢离开中国了 对 巴邦云奇也是啊 他前一阵子才说 我在中国的投资 我完全不要了 因为大家想说一定去中国会赚 没有 瓦城也是 那甚至加格也是 那甚至还有中国的 本身的耐学的茶 他们非常重要的 他们类似他们的星巴克 股价都跌了 跌翻天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刚讲的 荣成是一个指标 这一次财训 也特别点到他说 荣成是从爆赚到大亏 他现在重压中国 变成了一个产业巨变的 重灾户 对 没错 为什么这样说呢 荣成的这个董事长 这个郑英斌 他事实上是 在最好的时候 人家说 果然这个年轻人接班 就是有冲劲 他到中国去 插旗 这个所谓 中国的所有市场的时候 甚至他还做什么 他还做另外一件事 他在1992年的时候 他还买了这个 富春山区的 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度假村 人家最好的时候 哇 这个变成是一个 非常好的 这个 人家还把它归类为 中国的这个 所谓资产概念股 就现在呢 因为股价完全暴跌 他把这个富春山区 给卖掉了 那他也不做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所认裂的损益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 这是中国的这个 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损益表的这个状况 认裂中国 你看原本 原本认裂中国 都是赚钱的 就让他这几年的时候 完全不能付的 赔钱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就是说 从最赚 到最赔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了 这里面有包括说 像中美的贸易大战 诸多影响 但是无论如何 整个让 融成的股价 几乎是急转直下 几乎是腰斩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跟中国 绑太深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样的 如果台湾要赚不到钱 或者在美国的压力下 你继续离开 首先讲东莞 现在是昆山 东莞昆山 这个两个台商拒绝的地方 都大举撤离了 而且事实上 如果你要说 台商最多在哪里 不是在东莞 最多是在昆山 为什么昆山 他们直接讲 我们30%的昆山的GDP 是台商创造的 70%到80%的 这个所谓投资 都是台商创造 所以台商是创造了 昆山繁华的最重要伙伴 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多少台商走了吗 六合集团 他搬离了昆山 他往到越南去 那台湾的伪创 伪创把昆山的股票 这个工厂全部卖掉 卖给了这个力讯精密 那甚至还有金宝旗下 有一个叫力智电子 他也说 我把厂房卖给这个中国 我也退出了 甚至连我们台湾的中刚购 中刚购在昆山也有工厂 他也不要做了 甚至你看三星也是 然后包括说像 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所谓 这个昆山的这个 琳达电厂 这个他也退出 在他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台商是 络绎不绝 可以说是 扫嘎拉波 完全撤出昆山的一个状况 好 惠臣 你长期只跑 实话彩业 如果这样 台塑集团 今年的业绩 其实不是很好看 也跟中国有关系吗 是 事实上 今年上半年 台塑集团 四保加起来 他们的获利 竟然衰退近九成 他也九成 怕死人 也少了九成 这个如果不是集团的 本身的营运状况 应该讲 就是家底够厚的 一个情况之下 竟然那个获利 可以锐减九成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那最主要原因 应该也是 跟中国这个衰退有关 事实上 我跟你讲 台塑集团非常厉害 一件事情是 财讯在去年的一个 台商30年的报导 当中的时候 台塑集团总裁 王维渊 就已经说过 他说中国这块市场 没有以前那么的可口 然后呢 甚至在2021 如果2021 我们也记住 是2021年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 把本来要投资 中国的800亿元 加码投资的建设案 直接喊咖 就是因为 800亿台币吗 800亿台币喊咖 喊咖 直接喊咖 那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 美中贸易大战的情况之下 他们发现 美国对中国的 这相关的制裁 是完真的 短时间之内 看不到一个 和缓的迹象 所以不敢再投资了 不敢再投资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他们就觉得说 慢慢地把这个 加码布局的重点 直接拉到美国去 所以以前台数前投资是 我在中国生产 生产完之后 他们下游相关制成的产品 可以销售到美国 但现在因为 你销售到美国东西 要刻到 20到25%的关税之后 他们就直接 那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直接 就加码在美国的相关投资 然后再加 从美国那边 直接制成 最下游的产品 然后再从那边 销售到 吃到美国市场 所以你就会发现 台数集团 像他们这样子的 一个跨国的企业 他对于哪一个地方 现在的一个经济的氛围 哪一个地方 现在的市场是蓬勃的 他们的嗅觉很高 说到了中国其实是 享受高规格的待遇 而且跟李强两个人 相见坏 可是为什么雷蒙多 回到了美国 话越讲越重 而且他就说 我是非常果决 非常直接 而且毫不手软的 去告诉中国 而且他直接讲说 我来的时候 我们的邮件都被害了 你们怎么给我们 一个交代 也太凶了吧 对 从布林肯到叶伦 到现在雷蒙多 这三个重要的 美国拜登政府的 重要官员 在今年从六月开始到现在 他们其实到中国 电子邮件都是被害的 而且不是只有雷蒙多 所以他们其实早就跟中国 提出抗议 他们都被害了 对 而且他们其实以前 民主党政府 其实他们都提过 以前欧巴巴政府都提过 说我到中国去的时候 要换手机 什么东西都要换掉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这其实他们早就知道 只是说他们要求中国 给个说法 给交代 结果中国人都装傻 我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让他更气 所以今天他们都只是去了解 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美商在中国大陆的 真实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他可能会加大力度的 第一个制裁中国 第二个美资的退出中国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会越做越大 而且他想说 我们手上有什么样的棒子 我们有什么样制裁的方式 中国都知道 这个事情就很好玩了 因为你知道吗 美国以往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 有萝卜跟棍棒 同时都会齐发 但是现在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都是拿棍棒出来的 只有棒子 不会有什么甜头给中国吃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中国其实长期以来 贸易顺差 是靠这个所谓的 美国这样的市场 除了欧洲之外 当然还有美国这样的市场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中国它有很多的关键技术 全部掌握在美国手里 美国只要动到 所谓的智慧产权的相关的东西 特别是法律战 它其实足以让中国的公司 整个在全世界 包含信用破产 还有包含它未来 在取得资金方面 都会产生问题 所以其实美国要用的 所谓的手段 其实是非常多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长期来 本来美国是要 透过经济的方式 去改变中国内部 结果后来呢 当然中国跟它之间的贸易 越来越深之后 但是中国它是一个 代工厂的概念 它是一个世界工厂的概念 但是过程当中 中国以为受不了 它想要什么 它想要转型 它想要去窃取美国技术 美国发现到之后 整个开始跟它隔离开来之后 结果现在就要变成说 中国它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所以雷蒙多 他现在成败战之命 接下来对中国的出手 绝对不会手软的 雷蒙多到了中国去访问 见到了李强 两个人 看起来笑得很开心 看起来这个场合很愉悦 讲说中美双方终于找到了一个 共同的可能 可以去把双方的僵局 做一些环件 对 就没有想到 雷蒙多回去以后 两边 不是只有美国 中国跟美国 话越说越狠 没错 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去访问中国 你看 他见的人都见了 你看还见了李强 你看他们两个的照片 就笑得很开心 可是问题是 两个人笑完之后 互相拔刀互刺 就这么严重 对 那刺到什么程度 你看 这个习近平 这一次的这个G20 他就已经不去了 甚至现在有传言说 年底的APAC在美国举行 搞不好他也不去 所以 拜登一直想要在G20里面 跟习近平见面 然后就 就习近平不跟你见面了 对 所以那现在拜登就说 我很失望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搞到这样的局面 因为美国跟中国双方 显然他们立场 都不愿意改变 所以现在呢 两边已经谈崩了一个状况 你看谈崩了什么程度 这个雷蒙多回去 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他就直接说了 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很差 尤其是房地产 房地产现在大概完蛋了 直接讲中国经济很差 他还说什么 美国继续 他们就说 我这次去 有很多人跟我说 不要这个对中国继续制裁 他说没有 美国将继续对中国 出售半导体晶片 但不会出售 中国晶片所需要的强大晶片 你的军事需要的门都没有 对 另外还说什么 美国的亲业耐心 在逐渐消失中 他们应该要有 可以预期的 而且要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望中国能够了解这一点 所以等于是 回去了打了中国三个发展 而且特别想到 中国的反建议法 把美国人吓坏了 好 那雷蒙多既然这样说 中国的国安部 他也不跟你客气 他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就直接讲了 他说美国的对华参略 明显了两个特征 就是老两手 就是接触加二字等等 那目前拜登用什么 竞争加控管 他说这个新瓶装旧酒 他说没有用 但是他也说 更肃杀的手段 恐怕还未寄出 他觉得美国还有更肃杀 所以他说美国对我们中国之后 我要跟你接触 但接触的目的是要遏制你 对 所以双方已经谈崩了 没有什么好讲了 所以我就讲 现在习近平他真的 G20不去 我觉得他APEX 也可能真的不去 但是你说 为什么他要装成这样 因为他现在知道 他现在只有一招 能够让整个中国经济好转 因为中国经济现在真的不好 这样美国也是 为什么美国要踩到底 因为他知道你经济快完蛋了 你要跟我认输才行 但是你知道 这个习近平显然不可能 会这样接受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刚讲到 现在整个中美双方 已经开始分手了 已经切八段了 已经各走各的阳关道了 各走各的阳关道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了 这个对中国来讲 没有想到造成非常致命的打击 现在刚刚讲 这个时间进到了9月 应该去各个工厂 加紧赶工去准备 美国的Christmas的这个假期 可是我们去看到长三角 珠三角 门客罗雀 没错 那国际媒体 这个日经亚洲的这个报道里面 他就讲 他说他以一个东莞为例 他说东莞目前为止来说 5到10月是传统的这个旺季 但目前为止 他去采访所有人都跟你讲 今年的旺季 几乎是完全没有旺季 旺季不旺了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譬如说以7月份来讲 7月份的中国出口 减少了14.5% 所以到底说 7月份开始进入旺季 然后他说对美国的出口 年比大概降了23% 对欧盟下降了20% 也就是说对欧洲跟美国 大幅的下滑了一个状况 那我们讲最惨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都告诉你说 目前为止 这个中国的世界工厂所在地 东莞真的是门可罗雀的一个状况 没人了 对 你看 这个在这个长坪产业区这个地方 这个下班时间照理说 过去一段时间保险 因为我也去过这个地方 过去上下班时间 这些全部都是人 等公车的啦 或是开车的一大堆 但是现在你看 他公车停下来 居然没有人上 没人 没人上这个站 另外除了什么 在这个广东火车站这个地方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 因为为什么 现在要招农民工的时候 这时候都是高价 你知道过去如果 假设这个一小时12块 现在15块 但是现在为止 根本没人 没人 连要招工都没有人 农民工都没有人来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缩影 另外什么 你看 以前曾经讲过 在这个时间点 广州火车站 对 连苍蝇都挤不进来 那时候 你如果连农民工 你要睡觉都没地方可以睡 你要挤到很多地方去 好 那现在 连这个东莞的一个工业区 现在造处都是招标 你看 招这个工人 那你看 连周边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食品街 都没有人 那甚至真是 全部都在招租 非常知名的这个鞋 鞋厂 到目前为止 也都是冷清了一个画面 所以告诉你 世界工厂的东莞 真的完全已经 瓦解了一个状态了 好 所以 我看到习近平喜欢做面子 竟然在布林肯来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排场 我给你吃排头 我让你难堪 我让你上队下 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合 你就是我的藩属 我是你的宗祖国 我是你的老大 你是小孩的 就没有想到 布林肯回到美国 冰冻了 包姐 这次布林肯去中文访问的 真的是吃病了 排头 第一个 没有红地毯不说 你派一个司长来接我 而且我见习近平的时候 你看 过去庞佩奥 那过去提勒森 都是这样单独见面 你这一次让我这样子的见面 让我在中美之间来说 我这样有点抬不起头 你给我穿小鞋的 做状况 没关系 你这个做表面功夫 我来跟你拾的 我玩硬的 我回去的时候跟你说 我们美方会继续做 中国不喜欢的事 那说中国不喜欢的话 所以他就直接跟你讲 非常清楚了 好 那现在怎么样 你不喜欢我卖你军售的 OK 我马上就卖给台湾军售 1.5亿左右美金 折二新来币 45.4亿的这个 火山布雷系统 马上就卖给台湾了 这就马上来军售就来了 布雷系统 对 就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 你看我们的探想 在国际的订单 拿到很多 很多都是军工相关的 我当然call这个朋友去买 所以说第一个 我卖你武器 而且是卖你有杀伤性的武器 第二个就是 我还扶植你的军工业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NVIDIA 有为这个 因为美国这个高阶的 A800跟H800的晶片 AI不给你 他就说 目前为止 我A800跟H800 搞不好都不能够给你 而且他这次很有意思 抱歉 他这次还下了一个 最后期限 最后期限 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案 但是我定案的事情会是什么 是在 叶伦去访问中国之后 所以 叶伦去访问中国 这是最后是给你机会了 如果你还继续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A800跟H800 我就真的会进了 而且刚刚讲到的 布林肯回到了美国之后 刚刚继续讲 我要说你不喜欢听的话 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接下来干嘛 去告孩子吧 如果 美国刚刚讲的 如果你继续的 用微波的手段的话 我会继续的支持台湾 没错 事实上 这个布林肯回到美国 当然他在中国 被羞辱之后 你看 他马上6月20号接受 这个访问 就说了 对 他说 美国会继续做 中方不喜欢的事 说中方不喜欢的话 然后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 还跟他抗议 说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结果没有 6月28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反正我们的底线就是 中国不会消失 然后我们也不会消失 所以我们会继续 跟你长期竞争 那他在说什么 过去有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跟你脱钩 但是我们制裁你的话 对我们美国影响 是非常小的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假设这个 你要对台湾 有什么任何动作的时候 我们会坚定支持台湾 所以他还说 如果真的台湾受到影响的话 全球五成的 这个所谓运输量 都通过台湾海峡 而且有七成的半导体 都往台湾生产 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给我 对台湾有任何的动静 好 那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而且我刚才有一个数字 他真的就是威吓 他说 现在美国不是对中国 进行实质的 出口管制跟制裁吗 对 他说 只会影响到美国多少 0.0001% 对 因为对美国来说 影响相当有限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刚才不是讲吗 布林肯收到这个屈辱 现在他不是说 A800跟H800 不要给你吗 他设的时间也是在 夜轮准备要去访问中国 那夜轮访问中国 他七月多嘛 他就说 我们去访问 因为中国有一批新的领导人 我们要互相了解 可是宝洁有跟他讲 他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他要七月去访问呢 因为美国刚通过的债务上限 美国接下来准备要发 一兆美金的公债 他去是什么意思 你给我买单 你不给我买单的话 你就试试看 我家A800H800 我已经警告你了 如果你敢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的话 我就不要 大家就 你不想买 那我也不要给你 你不买我的国债 对 我就撤回A800 对 他去就是这个意思 夜轮就是要发国债 美国财政部要负责 发国债 他有一兆美金 请问你要谁买单 目前这个状态是想 找中国买单最好啊 那好 我同时A800跟H800 就在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他要说 夜轮从中国访问回来 对 很显然就是两个是绑在一起的嘛 是谈条件的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 你既然对我这样子 那我也不会对你客气 所以现在美国就是二选一 买一美债 或者是你要H800 A800 你自己讲讲就好了 所以我们才听据他说什么 人狠话不多 对 今天中国话很多 对 但狠不下去 是 布林肯没有讲话 是 出狠招了 对没错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嘛 你说好 不要卖台湾军售 OK 他马上就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火山布雷系统 马上就卖给台湾了 那当然这个卖给台湾的 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来说 有非常多 包括说像有这个重型卡车 还有反战车的这个地雷 还有这个训练用的地雷 等等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来说的话 你说这个就是火山布雷系统 对 它是一套系统的 那一套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要 我们未来会部署到陆军的 这个北中南的三个军团的 这个工兵群里面 好那它是用什么 它是用来防这个所谓战布雷 就是说战反而 就是抵御装甲战车这样的状况 就是你上岸的时候 我在你按 等于战车的前面 布雷 对没错 那我可以这个判断 你的登陆的位置 还有机动路线 还有快速 还有精准的实施布雷 阻碍敌方的重型的车辆 不是重型的坦克 登陆了这样一个状况 那这个 一面走一遍布 对它就是摆明 你看美国卖给你这个东西 另外就是汉翔 汉翔最近那时间在 这个所谓的巴黎航展取得了31台币 约1亿美金左右的订单 他说为什么 因为汉翔很多是跟F-16相关 他现在美国就直接跟你说了 很明白 你为了要买F-16 你要买一些什么零组件 直接跟亥翔买 直接跟亥翔买就好 所以这样 这些都是在做中国不喜欢做的事 说中国不喜欢说的话 好另外一个是 中国最讨厌之事 未来的世界是AI的世界 在这次俄乌战争 也可以看到你的战场管理 我觉得那飞弹的射击 甚至我今天的协同作战 跟AI都至关重要 结果没想到美国 之前我A-100不能卖给你 H-100不能卖给你 但是我为了你中国 我还特别设计了A-800 H-800 虽然效能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但是你还是够用 现在不行了 现在的路透社说 现在连A-800 H-800都不给你了 对我就说嘛 美国对中国来说 它是步步进逼 你看原本是去年 就是说A-800 A-100跟H-100 这两款先进的机面 不能够卖给这个中国 后来就说你要取得许可 但是后来NVIDIA就推出A-800跟H-800 结果没想到A-800跟H-800 现在搞不好都可能要把你禁止 连这都不可以了 你看它说最快的时间点 会在7月初就采取行动 就是在夜轮访问来 回来之后再来看看的情形嘛 好那我们就讲 除了这个A-800跟H-800 是对你恫吓之外 另外一个 荷兰准备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 会宣布一个 就是说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讲 EUV即止外公机不给你 DUV荷兰没有做决定对不对 现在他可能真的会做决定 这个许可证就会下来 下来之后就不能够卖给你DUV DUV都不行了 对可能牵扯到六家中国的办法 这是确定的一件事情 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原来这个很多中国人 他或是很多中国的学生 会去荷兰学习 那结果荷兰不是有个法令 就是说禁止中国学生 或是禁止中国人到那边去吗 他们不能去S毛了 结果原本被荷兰法 这个法院就认为说 你这个是不是违反人权 这个我们荷兰那么重视的人权 结果他们的人体学会说 没有这回事可以 可以这样可以 不要让他们念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现在对整个中国的封锁来说 美国已经烙廊 包括之前的日本 荷兰都一起来 所以对他的这个压力 当然会相当相当巨大 而且事实上讲说 如果这个动作 真的做下去的话 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也包括现在AI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那个晶片 现在连制造这个晶片的台积电 他们现在都设计了一个 专属台积电所使用的AI系统 对 没错 很多人问我说 那他进这个A800跟H800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跟他讲很简单 就是AI未来的任何可能性 中国可能都没办法参与 任何可能性都没了 对 这叫什么意思 我们这样现在的AI有点像是什么 韩武器要大爆发的时刻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AI会用什么形式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我举个例子 台积电 台积电它现在也在用AI 你知道 我们知道有一个GPT 可以文书处理 台积电现在在内部 有一个叫做TGINI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 它是智能对话机器人 它是做什么 目前台积电的六万名员工 你只要拿到这个TGINI 你要有手机 你就会安装TGINI TGINI在干什么呢 你回信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要写 你要写程式翻译 撰写公务文件 邮件报告 都是可以做的 甚至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做什么 虚拟这个资料 预测量率 库存 价格 还有员工的离职率 然后帮助台积电 在生产物流 还有销售人资等等 做出最佳化的管理 它就这样做了 那它这个就是 现在已经刚上线 从五月多上线到现在为止 台积电每个人说 哇 太好用 我要回信就直接 用TGINI回信就好 它就直接帮我写好了 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这个AI在里面 台积电是一个国际的公司 好吧 你英文再好 你还是要花时间翻译 甚至台积电每年 要花很多很多的翻译的人才 这个费用 没有了 我现在有这个TGINI之后 我的翻译就直接来了 而且跟人一样的准确 我现在要做很多的公文书 我也不用特别写了 我只要说 他马上帮我做 我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甚至 我连最基本的良率 都可以帮我预测 对 我们讲 事实上这个TGINI上线之后 事实上 魏哲家就去 这个演讲 他就说 大家用这个Chair GBT的没有 他说我今年不是用Chair GBT讲的 用的 但是明年搞不好会 他其实讲的就是 搞不好 他讲的就是TGINI 可以帮他弄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整个 AI有非常多的可能性都会存在 没有人知道会怎么发展 那你看 连韩国三星 他也说 我准备要组一个 叫AI国家队 来跟NVIDIA拼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 宝贤 那我不是讲这个TGINI吗 TGINI我们不要说 他为台积电 带来多少 这个良率 或者工作效率的提升 我刚才讲 他说翻译就不需要外包 预计一年 可以省下一亿元左右的费用 这翻译就这么多 那你更不用讲 很多其他的东西 虽然说AI可能会用 任何形式存在 我们不知道 但是美国现在就是 摆明了很清楚 我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听我的规则 不要按照我的游戏规则的话 我就让你断了 所有AI未来的可能性 中国就不能够参与 好 董事长 布林克讲这个话 也太直白了吧 他在美国 接受MSNBC的时候就讲 现在这个底线 只要中国不放弃 我们也不会放弃 另外就是 我们要继续说 中国不喜欢听的话 做中国不喜欢做的事 你接习近平 摆个样子 就摆个谱 白股不给人家难堪 给人家穿小鞋 可是人家现在 美国这些动作 第一个卖武器给台湾 第二个 我现在要在AI晶片上 再加强管制 真的是一刀一刀 砍下去了吗 中国这样子有得逞吗 没有啊 你不觉得这个很幼稚的一个行为吗 台湾话讲就是 碰红水贵 没华台 你摆个桌子 你坐在前面 然后你下飞机 弄个师长来羞辱他 有羞辱到吗 没有 他会扫坏肉吗 没有 他去的目的 也知道不会有好场面 他去的目的 就是我跟你讲说 我们两边要保持一个沟通的 第一个 因为他选举 美国要选举 美国选举他不能搞出一副那种 自自不理 他是地球王 他是地球的霸权 你不理我 你生气我 可是我要对地球负责 我该做事还是要做 我该做事我要去做啊 这个我要负责任 所以布林肯跟拜登的态度 他就是要承担全球的安全责任 跟经济责任 所以他非去不可 我们要讲好听的 忍辱负重 那中国在干什么呢 大陆在做内销嘛 还是在央视在拍片子嘛 你看我们现在大国的大国博弈 我这张照片 这个画面 这个姿态 是做给中国人看的 给中国人看嘛 中国人看就觉得他比较伟大 台湾人看会觉得很好笑嘛 不是很无聊的一个行为吗 我开会我从来没有坐过那个位置 我们都做 就这中间就面对面 不过都这样 好换来什么 换来AI 晶片给你管制 换来给你 A800不给你 H800不给你了 然后你惩罚一大堆东西 然后回去之后把你凑买了一顿 然后就 下面就要观察一个时间点 11月份的这个习近平要去参加APEC 到美国 到美国应该是谈香山嘛 对 去参加APEC 参加APEC的时候 他要不要跟拜登见面嘛 很简单嘛 他普摆完了以后 我告诉你 捞得很啊 为什么捞得很 王毅私下跟普林肯在谈啊 这个我们台湾选举 今年要选举啊 有没有合作空间嘛 大家就要跟美国人谈 说台湾选举 台湾你怎么办嘛 他想要介入台湾选举嘛 他希望美国的态度 能够保持比较中立嘛 或是跟他能够合作嘛 因为现在目前台湾的政府 跟他是 不往来嘛 不往来的话 这个老共也会害怕 你不要看他每天很得意 飞机飞来飞去 船飞来飞去 你说是设立内任 万一搞起来一下 打个飞机下来 打一下怎么办呢 他莫名其妙被拖下水打一仗 他打得起吗 他也打不起啊 所以他也怕出事情 因为反过头来 你不要看那个场面 私底下卑微的不得了 看你中国有没有实力 是看你到底中国有没有人才 你有没有钞票 你有没有工业实力 有没有各种的 你的航太力量有多少 你就有 你的硬实力跟软实力差 这没有东西嘛 所以我觉得搞这一套 就是面子 中国人会被他自己的面子 害死 害死这个国家 我有看到布林肯 全部的演讲 根本不理他嘛 所以你搞你的 我玩我的 完全不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